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又回到我们的摄影师了 我们的studio 今天给大家聊一个很热的话题 我们这个频道呢 不是专注这一方面的 但是呢 太多了 就是另外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呢 作为一个YouTuber 是怎样理解这件事情的 所谓YouTuber呢 就是在油管上做频道的播主 我们也在油管上发布我们的视频 所以呢我们对油管上面的规则 比较清楚一些 其实今天就是基于这个规则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 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对 这个热点事件呢 对 其实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用比较逻辑的方法 来分析的话 就是不带任何情绪 用逻辑的方法来分析的话 应该不是中国法律 也不是英国法律 是油管的规则 因为你最终是发布在油管上的 对 这个其实根本不在乎英国怎么说 中国怎么说 油管怎么说 你能不能发 发上去之后 如果有人有意见的话 能不能拿下来 这完全是油管的规定 油管是美国的 那么就这件事情来讲呢 其实一个比较逻辑的思路来讲 这群的中国人 不管他原来在做什么 正在做什么 也不管他怎么说的 怎么提出诉求的 他们的肖想权是有的 这个问题复杂化的呢 是有两个方面 就是一个是语言方面的 一个是情感方面的 对对 就是语言方面呢 就是首先这个一个一个女士 中方的一个女士上去说话来 结结巴巴没有说清楚 对对对对 他给对方的印象就是 你不被允许拍摄我们 就是说 那这个人当然就跳起 就是说我是在公共场所 这是在自由世界 我为什么不被允许拍摄呢 对 是吧 其实不是不被允许 他是本来想讲 就是我们那个节目呢 是不被允许提前公开的 因为他们在拍一个 可能是一个春晚的一个节目吧 就是 那他没有讲清楚 到最后变成 你不被允许的 哇 这个英国人就是 这样就撑就上来了 这怎么回事 对 你来说我是不允许拍摄的 就是说 那么后来那个男的呢 上来说的还是蛮清楚的 就是说 是肖像权 但是他说话当中的矛盾非常多 你一边在说肖像权 一边旁边的那些参与的中国人呢 就是冲在镜头 朝镜头几乎是傻乐 在笑 拿着东西摇来摇去在镜头 那这样如果你是不想被拍摄 你为什么冲到人家镜头前面去 是吧 而且人家镜头没有特意的来拍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冲出去 你要躲在后面去 所以这些事情就是说 产生了很多很复杂的东西 油管上发布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盈利或不盈利 如果你选择了盈利的话 那你会赚取广告费 那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我是被拍摄者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我觉得不舒服的话 我可以跟你提出 就是请把我的形象 打马赛克或者拿掉 或者这段拿掉 当然不能说你不能拍摄 是吧 如果他不听的话呢 我去油管申诉 油管有个专门申诉渠道的 是不是合理 可以把这个视频下架 下架的时候 油管也是会提醒这个作者 说你想把这部分屏蔽了 用其他的代替 还是下架 他都会问了 不是说你这个不能发了 这个视频 如果油管的回答和处置 你不满意的话呢 可以说出法律 那说出法律的话 如果在美国的话呢 是每个州法律还有一点不一样 那就不清楚英国人如果要申诉 或者中国人在英国来申诉 会产生什么结果 这真是要case by case 就是看情况 要看情况 具体情况 对 这个事件对你造成多大的伤害 就是说 如果你真是觉得非常不妥的 出现在这个事里面的话 会产生什么结果 当法官理解你这个结果的话 他会做出判断 从逻辑上这讲 这个事情是非常清晰的 就大家很多人一分填衣 刚才讲的就是一个两点 一个是语言上的 还有情感上的 情感上的两方面都在一分填衣 就是说 中国人在那边狂叫 don't touch her 什么都出来了 大家都没有重视他后面那句话 don't touch her 他后面还说了一句话 you're not the same age 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视频上这句话 就是 你说他不是一个经历的 我们理解是他意思说 你和他不是一个年龄 你不去不能碰他 那你和他年龄相同的话 可以乱摸了就说 这个逻辑上非常混乱 就是说 就是大家已经情感上 已经不平衡的时候 那么 英方的人呢 也是因为 被惊怒了嘛 这个情感上也是感觉 就是说 free world free speech 好像就是我这个自由世界 言论自由什么 其实这个根本谈不到自由世界 言论自由什么 这是全部在油管的政策下进行的事情 对 你要这个视频 如果是你拍的是发布在油管上的 那你就应该要遵守这个规则 比如说 你拍到了我 我觉得你在油管上发布 你这个视频里有我 我觉得不舒服 我需要你帮我就是删掉 不存在 就是说 中国法律也好 那个英国法律也好 所以不存在这个事情 哪个国家的法律都是允许拍摄的 接拍 随便拍 哪个国家法律都是影响 都是允许的 但是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不爽的话 你去提出你的诉求 哪个国家都有法律学到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 这个事件啊 其实在现场可能 让更多的外国人会觉得 中国人很没教养 因为那个男士的声音实在是 他其实你说一遍 动他车车就可以了 他就声音越来越高 而且无数遍 而且他根本没有继续做出 比如说我不听女人 我继续他起这个雷尼 他没有这个做法 他已经往后退了 你还你还在动他去 动他去 声音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说的事就变这样 这个所以周围的人都侧目了 就是人家会觉得 在无理取闹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表达就是说 极其不妥当 产生的一种误解 我们第一次看到就是那个视频 这个事件刚发布出来 在中国国内的那个 那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啊 就是一片的说 那个钢琴家有多好 中国人那群人有多无理好 中国人有多不好 我觉得那位女士的态度 还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不妥当 只是就是她的表达能力 可能语言不是很好 其实呢 从表面上看的是表达的问题 但是呢 我有点不同意你这个观点 是她的那个表达方法呢 也是很无理的 就是当人家不再专注的拍摄你的时候 你冲上去说 你是不被允许拍摄 即使是不小心拍摄的 我也是不行的 你必须停止 这是非常无理的 就是你 她的诉求应该说是 能不能把我的形象抹掉 而不是说 能不能停止拍摄 带度呢 是好像像商量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动机呢 不大 语言描述 语言又非常的糟糕 对方的感觉 对 你就是你在做 你要拍摄了 我就必须停止 对 而且我不能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对对 反正呢 就是说这个事情 从头到尾的讲了 就是说有几个方面 可以去看它 就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就是说 我重复一下 就是不管这群 中国游客在那边 做什么也好 不管他们的态度怎么样好 他们的肖像权 是有的 嗯 并不能 任何人不能把他们的肖像权 take away 就是说 那么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呢 双方的情绪呢 就是说 都是失控的 这个大家就能看得到 从整个那个视频来看 那个英国那个男士 虽然是后面也有点 就是说 嗯 失控会会说 我为什么不被医学 这是一个自由思议 但是他没有那种 血色滴滴的 大吵 大叫 但是我们中国那个男士呢 就就叫了非常的 就血色滴滴的在叫 对 他就缺乏教养吧 这个没办法 缺乏教养 这个 这个不犯法 然后呢 就是说 这个 你说中国方面 就是说 中国游客情绪失控的 那个钢琴家的情绪 也是有点受控的 为什么呢 你看他和警察对话的时候 他一点都没有听警察的 他一份 警察上来 戏虐警察的感觉 警察上来就是说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叫他旁边拍摄人 不要拍摄 他没有听 第二件事情 就是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如果你这个放到油管上 去赚钱的话 这个你要得到他们的同意的 就是说 这是非常清楚的 但他一直在跟他重复 这是自由世界 这是言论自由 其实这是两码事情 自由世界和言论自由 也是在法律之下的 是吧 因为这个整个事件 我觉得首先是 我们这祸就是中国人 他没有搞清楚 一个他就说 这种可能在国内这种习惯 被宠惯了 因为习惯了 就是我做什么事情 我是一种什么 这种某某的什么行为 你们其他人公众 你都要让路来给我 让出这个场地 让我来 他以为在国外还可以这样 所以就说 他这种态度 另外就是说 造成情绪失控的 不光是语言 还有行为 就是说 他们在这个一个 英国的火车站里面 就是说 挥舞着中国国旗 在做节目 就是说 那么这个情况呢 怎么讲呢 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 你要看一下人家的感受 应该低调 不光是低调 就是说你反过来想 如果有一群日本游客 在中国的一个购物中心当中 挥舞着日本旗子 在做节目的话 中国人会怎么想 这个是有人在说这个事情 如果是 他们会被演出 对对对 然后现在因为 从在国内的那个 博主也有做这个的 然后下面的评论就是 一边倒就夸奖 这个英国的钢琴家 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身世 怎么怎么样的有心修养 在游管上可以看到 这个英国的那个所谓钢琴家 我不是很了解他弹的曲目 那个钢琴家 他呢就是说 在游管上经常发布 他们他在公共场所 弹那个免费钢琴的 那么有很多很多次 是被警察驾走了 那么这个大视频都有 就是我个人呢就是说 是不大喜欢这个所谓钢琴家的 他的很多地方就是说 那个 形象就是说 那个腔调不是很好 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说他在其他视频里面 警察呢或者是保安的呢 也跟他说的非常清楚 我们这个钢琴放在 这个公共场所呢 是免费的可以弹的 是别人均线的一个钢琴 免费可以弹的 但如果你要作为商业用途 来拍摄节目的话呢 是必须经过 当地这个地方的人的同意的 比如说你在一个车站 一个小 那个购物中心 你必须和他们购物中心 要有协商 他们同意在这儿 进行一个商务活动 因为他这样拍摄 他有团队这样拍摄 然后在油管上 一个视频可以赚几千美金 那么这样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一个明确的 一个商务活动 就是不是你拿一个手机 自己自己在一边谈一边自拍 或者你的朋友在拍你 不是这种 他是一个就是说专业的一个 一个博主 是在赚钱 有两百多 两百多万的 两百五十万左右 两百二十六万现在是 两百二十六万 对 那其实这个事情说 说透了就是说 是一个从逻辑上的分析 法律角度分析 政策角度分析 还有从情感上分析 有几个方面 我们的观点就是非常 就是清楚 这个事情就是 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件 看你从哪个角度 去分析这个事情 就是而且呢 就是最好的 你要清楚 这个事情 可以从很多角度去分析 一分田一呢 是不够的 就是 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顾忌 就是以后中国人在 作为中 就是说 受害者的情况 像做一些诉求的话 做一些维权的话呢 会越来越难 人家就是给他们 戴上了一副 有罪一件来看 就觉得 因为你的那个 就是去 去pursue 就是说去 怎么样 去追求你的诉求的话 提出你诉求的方式呢 就是说 很差劲 没有 其实他本来是可以 有理有据 然后去给你沟通 结果就是 最后像 像就是那种 无理取闹似的这种 对对对 就以为我的声音大 可以让你去 对 其实 其实他就是说 这样不是影响他自己的 这个世界 就是说 影响到以后 整个就是说 中国人在国际上 如果你要提出一些诉求的话 哪怕是正常的诉求 合理的诉求的话 都会处在一个 烈死的情况下 对 这就是这个事件的最坏影响 这个有色影响 是这帮人 就是说 给人家带上去 行吧 今天先 跟大家分享的这些 有什么想法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 跟我们留言一起讨论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